天天不老心 我们乐举也有过那种 杭州市整个林昭生的现象 在他们进一校上学之前 就是大概2000年初的时候 沈一校 我们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招生的时候 竟然整个杭州市 没有一个人泡沫 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所以后来就是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小百花应该说 在外面还有一些影响力 我们就跟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我们就联合办定向班 云霄和军军就是这个定向班 09班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我就用了一个方法 叫什么叫 我们建议学校 可以叫学院科班字相结合 也就是说学院的那套 硬式教育的东西 我们都学 文化课 英文课 历史等等 这些我们都学 甚至数学也学 正常有的大学里的东西全都学 反过来我们另一个叫科班字 就像富联城当年收徒弟一样 我们是有考核指标的 第一个学期 腰腿工必须先练好 第二个学期 比方毯子工 所有的形体 什么林冲夜奔 小生的话 就是这个大大锤 什么都得学 弹卷也得要学很多很多的 基本功的刀枪靶子 就是这些刀马蛋的全都要学 所以他们身上 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去 我到北京去开会 文旅部的那时候叫文化部 文化部的理想说 哎 妈妈 整个我们最近搞的比赛 是为你们这个班搞的吧 因为你看 一个金奖 两个赢 四个铜奖 对吧 我们班可以一个金奖 一个赢奖 两个铜奖 全被我们班拿来了 这个我就觉得 我也很高兴 我从来 我表演奖可能拿了很多啊 他们老说 我是获奖专业部 但是我第一次拿到了一个 教学成果奖 就是这个班 叫小百花定向班 因为你们可以问问他们 就是这个班 可以他们受益什么东西 那么 现在我们已经新的 第二届的小百花定向班 明年又要闭上了 你们可能去年从好生意里看到 有一对双胞胎 就是我们这个小百花班 一个是小生 姐姐是小生 妹妹是八蛋 也是赢得不得了 就相当于有点像 他们现在课CP啊 怎么说啊 对 对 那个姐妹呀 也被课CP了 就是 他们现在已经在我的微博底下 资讯我说希望给双胞胎也能够排一组 梁山谷的主音台啊 也能够排个什么新萌门客栈里的什么角色 所以很多通过一些像去年的好声音的乐剧特别记忆 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新萌门客栈确实通过抖音 如果你们关注一下的话 可能了解我们是几月份配唱 抖音配唱是几月份 9月份还是8月份 两个月了 两个月前我们搞了一次抖音 而且我们事前并没有做到很多的宣传 但是很高兴那天 有九百多万的收市 而且我们是有偿的 9块9要买票的 进去看 差点就要分千万了 这是你想 我这个 我曾经给我自己算过一张 如果我要是 当然我现在已经过60了 我说当时我说 我要是到60岁退休 我每年平均记忆多少场 我大概一辈子 有大概不会超过两百万的观众 可以看我现场的演出 但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里 一天晚上就有九百多万的观众 在观看他们的演出 这就是我们今天实现 用好自媒体 用好这样的流量宣传的时候 是能够带来更大的效应 但是反之 我一直强调 戏剧 它一定是现场 更好的去感受 就刚才有位媒体跟我说 他看完了 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其实我们这个还是个简易版 你要看两个小时版本 简直不得了了 中间底下 我在坐在底下 我就不满足 你知道吗 十相思也没了 那三国之史多好啊 也没了 就好多滑彩的地方 我们都掐掉了 用文明版它规定 我们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是80分钟多一点点了 大概连羡慕 大概不会超过85分钟了 一个半小时不到 就是这么一个长度 竟然能够给观众在现场带来 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关系 这个就是戏剧的魅力 它必须在场景 在一个场域当中 带给你的这样的充分的讲说 所以我们既要坚持驻场 我们自己在剧场里的演出 同时我们也不放弃自媒体带给我们的便捷 我们通过流量 通过抖音 通过小读书 通过整整其他的一些 一些一些传播手段 让更多的受众能够了解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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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